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在做節目的時間,拜登應該差不多到北外爾蘭 北外爾蘭是甚麼事呢 我們說過很多次 就為了紀念貝爾法斯特協議 Good Friday Agreement 的25周年 但是 拜登未到訪之前 在他到訪之前 就有人想請他吃東西 不過呢 是汽水油多彈子 真是嚴重 北外爾蘭的 倫敦德里 就是 有這個很大的衝突 好搞笑,他們是反對貝爾法斯特協議 這個是和平協議 不過說真的,這班人當然是不和平 有示威者 就是 向警車 扔汽水油多彈子 當然 警車就被BBQ了 當地警員就說 對整件事 覺得很不開心 就說這班所謂示威者 對執法人員進行毫無意義和魯莽的動手 警方已經搜集了證據 其實是逃不掉的 包括現場的 這個 CCTV的 錄像 為什麽 為什麽沒有人敢說 其實是需要的 全世界都是需要的 當然 如果在中國做的話 就說你是 迫白 侵犯個人私隱 那些 幾個東西 是公眾地方 他不理的 他說是 之後拿回 數據給中共分析 你最終要說這個 我們看看拜登預計今天 到14號 就會訪問 北愛和 愛爾蘭共和國 另外 他 第一站就會在 貝爾法斯特 見 英國首相新衛城 果然真是不見查理斯 究竟查理斯不見他們 他不見查理斯 因為 美國媒體就說拜登是不會出席 查理斯三世的加冕大典 當然 他們就說 對不起 美國總統沒有這個傳統 就可能派他老婆吉爾博士 去 查理斯三世的加冕大典 在拜登到訪之前 其實 英國軍情誤處 MI5 在 3月28號 已經是將 這個 叫做 防禦的 級數 是升到 嚴重狀態 擔心極端油出來 想不到這次他們對 證明了MI5 都不是 厄齋的 最搞笑的 記得BNO 我們全部去MI5投訴 有些 那些是老華僑藍絲 沒有浪費政府的人力 不用你教我嗎 說句老實話 報假案 你說的那些 MI5如果真是 其實他們是藍絲 他們是藍絲 什麼是藍絲 他們說一大都19年那些 浪費政府人力資源 沒錯 所以得淡少 我們知道 北外 長期以來 以前沒有 Good Friday Agreement 之前 相當地可怕 經常有汽水油多蛋自食 還有菠蘿 阿成哥 這次都很重視 因為貴客到 原來 今晚 辛惠成 就會迎接 拜登造訪北外 紀念在美國滑船之下 由倫敦 和刀柏林 政府 以及北外 政黨簽署的和平協議 原來 他和拜登 還會出席在北外首府 貝爾法斯特 這個 女皇大學 舉行的 紀念研討會 以及 會舉辦一個 特別慶祝晚宴 慶祝這個紀念日 唐寧佳10號 當然是 刷一下鞋子 事實上他都做到事 事實上這個美國真是 為什麼 美國在這些地方他就滑船到呢 因為你同一套文化出來 在這套文化當中 而且你整個西方的大佬 為什麼在某宗教地帶你 做不到事甚至有反作用呢 真的不行 我們說過 他們的事情和你們 因為你們有想法 很固化的 就覺得他要這樣聽我說 信我那套普世價值 但是他們就是 覺得你那套普世價值 對於某個程度上來講 是一種 無法 當然美國在和平進程當中 是扮演這個 關鍵角色 拜登 到訪這個北愛 他又說過 說你北愛的成功 是大家有目共睹並且鼓勵 進一步 長期投資 當然 辛惠誠 他也說 沒錯 拜登總統說得對 原來成哥都42歲了 很年輕 就說 我們 很可惜他是保守黨 是 可能下一屆沒得操 你意思是 很危險 其實他也說 我們 紀念北愛人民在歷史上新篇章的開始 周年紀念日 是一個面懷那些 做出艱難決定 妥協和顯示領導能力的人的機會 就好像 我們將會在拜登總統 訪問期間 看到 這個北愛蘭的和平進程 繼續得到我們最親密 盟友的大量支持 其實拜登 亦都希望用這次的機會 紀念 這個協議簽署以來 巨大的進展 更加顯示自己 看看 英國這麼大件事都幫你拆掉 並且強調美國 對 北愛 北愛覺得是有巨大的 潛力可以投資 給多些錢去投資 北愛其實 英國來說比較 經濟差一點 麻煩你投資 不要下巴輕輕 還有希拉里克林頓 希拉里也會參加活動 很搞笑 她老公又不出席 但她是出席 這個挺好笑 會不會是因為她老公正在反省呢 因為她老公說反省 為什麼 要烏克蘭放棄 去反省 其間 當中 你也可以去的 是的 我也覺得是 因為她老公 曾經 作為一個滑船的角色 也挺關鍵的 有著愛爾蘭血統的拜登 第一站去北愛 之後 就會在12到14號 訪問外爾蘭共和國 去首都 都帕林 還有 在 North 和 Mail 這兩個棍 另外 我們看到 拜登其實這次 劃他 劃他 都會 靜悄悄的 去見一些歐盟的領導人 在脫 歐 之後 北愛蘭協定書當然 擱置了很久 這個約翰遜很搞笑 自己談回來自己打算撕毀 這個人不知道想什麼 都是黨內壓力 這次的這班極端人 其實 就是 他們不要說北愛蘭協定書 是容納不了 這個 更加溫和的 溫紗框架 其實他們也容納不了 他們說 你知道其實現在 溫紗框架 為了令北愛依然留在 歐盟單一市場 不要我們寧願不要單一市場 即是看到他們 他們寧願是過好苦的日子 他們都不願意 要過好日子 不知道怎麼說 現在還不夠苦 想好一點都不行 你說得對 你又說得對 所以 一個地方的和平 始終不是你們簽和約 那些人說不行 不簽 你最後一條和約出來才搞定 是不是 那 當然 其實 我們看就看到很多 保皇黨 因為保皇黨 令到現在北愛的 議會都未組成 但是其實 在北愛有些人 都是 獨派 好像去年 其實威廉 夫婦 去北愛時候 都是被人罵他們 因為當時他們 去年 10月6日時 威廉和海啼 在北愛 展開他們的 作為威爾斯 親王 親王妃 首次訪問 因為 雷王走了 他們是第一 出席這樣的公務活動 為什麼選北愛 因為知道北愛 是最不穩固的 你說蘇格蘭不是搞蘇毒 但蘇格蘭 蘇毒是和平得多的 在北愛的請人吃菠蘿 最搞笑的是當時有人問 一個人 他 問 這個海帝 外爾蘭屬於外爾蘭人 很高興看到你們來這裡 不過 你們最好就回到你們國家 磁大鷹 不太友善 不太友善 這番話 相當直接 即是說快點走 最搞笑的是當時 有個抱著小孩子的女士 是很尷尬 而且不失禮貌的笑容 都掛在她臉上 這樣 你都不得不佩服海帝 都挺冷靜的 笑面迎人 笑容仍然 在她面上 不過這樣 這位 應該是一個 獨派 其實你都可以說她統派 她和愛爾蘭共和國統 這個就是和愛爾蘭共和國統一 但是 她要和這個大鷹 獨立 這位 民族主義者 就更加用手機拍了 希望是捕捉海替的一個 尷尬的樣子 結果 整個過程當中 她相當鎮定 笑到最後 見怪風浪 最搞笑的是 只要和不尷尬 尷尬的 EQ相當高 不過 如果給我都看不到 只要笑 難道你跟她說 這個國家是我的 不可能這樣說 不會 不會這樣說 要顧全皇室的面子 跟人罵過嗎 其實當時 這個 他們訪問貝爾法斯特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和 民族主義黨 即是新婚黨 的議員 是有會面 而且 新婚黨議員都很熱情地歡迎她 大家都要保持 而起碼表面上的 是否叫做 和睦 表面上的和睦 很好看 當然 的確確 是 你看到為何 現在和平 條約簽了那麼多年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 不安因素 包括汽水油也有彈置 好像21年那次更糟糕 21年 3月30日 當時我和家產一起做這支節目 北愛的 保皇黨 保皇派 保皇派就叫做 阿爾斯特忠誠主義 他們 就是一種意識形態 他們 就主張當然 和聯合王國 不可分開 當然這班人 他們要求 北愛繼續 留在英國 反對統一的愛爾蘭 即是 不可以和愛爾蘭共和國統一 但是 這班人 就叫做英國民族主義者 但是 21年的時候 又是搞了很多大型事件出來 包括在德里的水邊 又是汽水油多彈子 BBQ 更加是 有工具 還有 學了梁天琦 有磚塊 和汽水油多彈子 最後 沒有帶來希望 沒有帶來希望 帶來一個沒有希望 2011年 一直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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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4月3日 蔓延到 紐敦納比 那裡的汽車 被人家 Prior 那裡 也被人 一直被燃燒 更加 為 吵 警察吃牛茶 叫作 공 到了 Qui 4月7日晚上 不外首府貝爾法斯特再次有人出來 這班示威者向一輛 正在走的公交車 叮叮叮他 真可怕 並且 向警察 又是 汽水油多彈子 還有磚頭 令七名警察 傷了 另外 這班示威者 更加是跟這個 因為你知道他沒有硬邊界 所以外耳蘭人是過到北外 沒有硬邊界 那就糟糕了 兩邊是遇見 互相 請對方吃汽水油多彈子 好亂 好亂 到了4月8日 最少50名警員 傷了 10人被捕 其實 最主要原因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班 親英派或者保皇派 年輕人 不滿脫勾之後 的協議 即是不滿北外難協定書 若漢信有沒有壓力 那麼溫和的北外難協定書也不行 另外 北外政府 更加 宣佈 是不起訴 違反了 19防疫規定當時新分黨的領導人 其實這件事我也覺得是 有 少少爭議 但是 難聽說 如果你起訴 新分黨的領導人 這個獨派又出來了 很難搞的 其實很難搞的 其實這個北外的忠誠派 即是寶王派 聯合派 建議和愛爾蘭共和國聯合 都認為 英國脫勾的貿易安排 是 他們不合他們身水的 一個就覺得 你做什麼 可以給歐盟的 一些法律 可以在 北外用 有些就覺得 為什麼你脫勾 其實都挺麻煩 真心說 所以為什麼他們不可以有條硬邊界 就是這樣 要製造這個模糊感覺 如果有條硬邊界就像以前那樣 真是家無寧日 當然 為什麼剛才說到新分黨那件事 原來 在事發前的幾個星期當局宣佈不起訴24名 出席 這個新分黨黨內 部長 Borg Stobie的這個 喪禮 引起 2000名的人士 當時到場反對 但是當然越搞越大 也證明了 相當地困難 在這些地方 當然現在 拜登未來就 已經搞得那麼嚴重 所以 你說他為什麼要提高這個保安的級別 其實都對 真心說真是對 如果不是 更加嚴重 你知道美國總統有什麼 三長虎短的話 西方世界就很嚴重 嚴重 那時候不是拜登霧面 是英國霧面 英國 所以現在他這樣提高也對 會不會有人去 不不我想他 怎樣也有 怎樣也有人示威 不用說了 真的說 比較過激那些 搞得不搞得出來 是 按不按得住 沒錯 你說得對 其實就算查理斯三世 不要說他的兒子威廉 查理斯三世 其實 他 首次作為國王 都是很早去北外 因為知道這些地方 散散地 散散地 如果再不去就糟糕了 再不去就糟糕了 當然 他 都是 從蘇格蘭去北外 北外當然 他當時 因為 那時候英女皇 即前英皇伊利沙白二世 剛剛走 其實他還有 英皇伊利沙白二世 還是有一點點的 光環 他當時也說 我會盡職盡責 決心為北外的民眾 謀求福利 也是回憶他媽 英皇伊利沙白二世的 江輝榜養 他一生的服務之初 女皇就承諾 將自己奉獻給他的 子民 並且是維護憲法政府的原則 為什麼呢 因為維護憲法政府的原則 將北外留在聯合王國 所以他就說我們要堅持 母親的信念 下一句話他就沒有說 北外始終是我們領土 事實上是困難的 一個這樣的地方 因為 你知道 本來他們 這個愛爾蘭共和國 還沒走出去之前 其實本來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之前英廷對於愛爾蘭 做了很多不是那麼好的事 也導致很多的愛爾蘭人移民到新世界 好像美國 澳洲 新西蘭這些地方 英廷應該也是要檢討的 你說他們做得夠不夠呢 我就覺得 都不是很夠的 你看看北外現在的 經濟多差 相對於其他地方 整個都差了 你是幾個 裡面比較差的 是最差的 你不用說幾個 最差是他 大家都知道 全英國都知道 其實 連這個 美國前總統 克林頓 阿彪 那個也是阿彪叔 他都說到今時今刻為止 北外 在社會融合方面 進展甚美 因為 各個行政區仍然存在著分歧 同時人口之間的經濟差距很大 亦都跟英國其他地方經濟差距很大 另外 英國脫鉤亦都令到 北外的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因為 英國脫鉤令到 他們的政治是處於癱瘓狀態 克林頓 克林頓也挺不給面子的 克林頓 但克林頓也說雖然如此 有這些挑戰 但是 北外的和平 是經受著 經受著 考驗 並且繼續存在 這個 跟世界不同地區 沒有取得同樣成功的經歷 是不同的 其實也不是的 現在這個中東也開始向和平賣盡 只不過不是你們推動 你們推動不了 所以 這一世界就是這樣 各個國家有自己的角色 你不要監人奶口 你要推動 在某宗教國家根本是推不動的 你看阿富汗是否一個失敗例子 只會更壞 真的 難道好像海珊 侯蔡欣 台灣叫海珊 你推翻了侯蔡欣 更糟糕 因為 那些人是習慣了他們那一套 你是推不動 他們 推不動 就是這麼簡單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